这些皇子们在与兄弟姐妹的争斗中 或成为政治家 将领 或成为文人莫可 共同书写了清朝的辉煌时事 然而 顺治皇帝短暂的一生 也为后宫带来了诸多波折 在他驾崩之后 后宫中的妃嫔们为争夺皇位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最终导致了康熙皇帝的登基 而其他皇子则在政治斗争中 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总之 顺治皇帝的家庭史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他的后宫中 众多妃嫔争宠敬爱 为他生下了十四个孩子 这些子嗣在清朝历史上各自发挥了作用 共同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家族史 而顺治皇帝短命的一生 也使得后宫斗争愈发激烈 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传说